我和我公共婆婆的关系非常不好 他们一家人重男轻女 做事情也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们的矛盾从我刚怀孕的时候就一直争吵 那个时候我孕吐 吐得浑身无力 吃饭都吃不下去 去了医院好几次 花了不少钱 可能婆婆就觉得我这样太矫情了 怀个孕吐了几次 还要去医院花钱检查 是浪费 而且我们又刚结婚 手上没有多少钱 认为我不会过日子 但我觉得我身体真的受不了 我这也是为了我和孩子好 万一要真有个什么事 受罪的是我和孩子 所以怀孕的时候 我们就大吵了几次 闹得婆媳关系很是冷淡 我怀孕的那十个月 基本上也都是在我自己家过 慢慢的日子就到了预产期 我就提前预定好了医院 并且和老公沟通 想让婆婆过来照顾我 因为还有几天就要生了 我父母又比较忙 没时间 所以只能让她妈来照顾我 第二天我婆婆也同意了 就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 来医院照顾我了 可她在医院的所作所为 让我无法接受 又没法直接跟她说 她总是在医院看电视 声音放得很大 就连医生都和她说过 不要影响孕妇休息 不然到时候生孩子没劲 可她就跟听不见一样 我很无奈 但是为了孩子又没办法 不久后孩子出生了 是个女孩 我很开心 因为我比较喜欢女宝宝 可老公他们一家就不开心了 孩子出生后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 就跟没发生这事一样 这让我非常气愤 坐月子的时候 就因为孩子喝奶粉的问题 大吵了一架 并且自己回了我妈家 后来我和我的老公沟通 不愿意和她的父母在一起居住 过不到一起去 我老公也答应了 我和我老公搬到了我爸妈这住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而且五年的时间 都没有和我婆婆来往 有一次我婆婆生日 老公直接把女儿接到了婆婆家 我没去 女儿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了一个小汽车 非常开心 我问她从哪里来的 她说是爷爷给的 我也没在意 就帮她洗得早 让她上床睡觉了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我无意中打开手机 发现大嫂发的一条朋友圈 儿子的小汽车被拿走了 哭了一晚上 没办法 又给她买了个小汽车 看到这些 我怒火中烧 觉得明明是你送给我女儿的 又发这些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就把小汽车送了回去 他们一家人 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所以这是我把水泪抹 小汽车上 小汽车 吴